妈咪 我们真是你亲生的 我跟我哥差七岁 身为一对虫兄妹 我们从小就正玩具 正电视 正电脑 连是正弹都有储和汉界 用香油花分领土 只要有谁不小心吃到对方的领域 而因为我们个性都很低能 所以常常闹出不同的低能事件 三岁 小时后 妈妈会轮流为我们喝汤 我和我哥在这时 都喜欢玩一个低能游戏 那就是 喝汤时被对方逗笑就说 所以我在喝汤的时候 轮到我哥喝汤的时候 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之后 最后总是会有一个回合 对 嗯? 你们两次也玩够了没有? 啊 五岁 有一天我们吃完麦当劳的时候 阿妹 不如我们用吃剩的茄汁 搽在嘴里 然后躺在地上 妈妈回来看到 一定会吓一跳的 哎呀 跳跳几点 不过是我哥哥 遗传都有一些聪明的 妈咪 我们真的在你身上吗? 十二岁 我和我哥有一个 席特的打招呼方式 每一次看见对方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中指打招呼 早上睡醒的时候 我们也会亲切的跟对方打招呼 无论在什么地方 我们还是风雨不改的 持续着我们打招呼的传统 直到有一次示范的时候 我们一如既往的 但我们都忘了 这是大型家庭聚会的现场 后来我们的屁股被妈妈打到开花 二十岁 有一年的冬天 香港特别冷 你吓个什么啊? 天气这么多 我跳个暖身毛啊 哇 没想到 哥哥发明的习惯舞步 还挺有用的 二十二岁 这时候我已经有在 经营社交平台 每天都在上面破照片 为什么你的眼睛 和Facebook差够不远的 信不信我引你下来 跟着破坏你的标准那里了 我顶你个发 二十三岁 有天深夜 我看见哥哥在厨房 咦? 你做着什么? 我做一根公仔面 公仔面? 现在都几点了 你整天都吃炸东西不得止 现在还吃完这些不健康的东西 你要不要吃啊? 我要一碗呢 因为我哥是夜猫子 所以产生有示范夜的习惯 从那天开始 他每一次示范夜 也会给我一份 哇 是麦当当啊 但很肥哦 一餐半餐无所谓啦 是宵米啊 明天要减肥了 一餐半餐无所谓啦 奇怪了 为什么我最近常常吃宵夜的? 一餐半餐无所谓啦 因为体重直线上升 让我下定决心 今天他在问我要不要吃烧夜 我一定要严正拒绝 阿妹 吃不吃宵夜啊? 吃 我是废物 可是好好吃哦 直到我搬来台湾独居以后 我终于戒掉了吃烧夜的习惯 虽然跟哥哥没有住一起了 但我们还是会长长联系 哥 你看下 我煮的午餐啊 哇 好漂亮哦 够了 生活上遇到难题 他也会帮我解决 你知不知道关机啊? 记得上海报路之前有关机啊 哥 我不是约翅啊 偶尔赶到深夜的时候 也会想起哥哥买宵夜给我的时光 咦 你还没睡啊? 那我给你吃 我就去买多一碗啦 29年过去了 虽然我们偶尔会有争吵 也有曾经闹不合的时候 不过有哥哥 还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呢 这个给你吃啊 我这个都给你啊 但有时候 啊 喂 你破坏啦 你们的水打是我的啊 粗皮啦 你吃这么多就不够吗? 主 你们两个不要再吵啦 也许兄妹就是这样吵吵闹闹的过一辈子吧 我给你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